投一条开讲 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赶快订阅起来 这个拜登什么都想要顾 结果什么都没有顾好 就是说他其实呢 对于这个真正传统的 民主党选民来讲 他也没有去守住 他原来的原则 可是中间选民就觉得说 包括他的社会福利法案 因为社会福利法案 跟政兴经济法案不一样 社会福利法案是无底洞 就是你给弱势 然后给他这个subsidy 就是所谓的补助 可是他能够带动 经济的循环 那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他原来的那个 一个是基础建设法案 一个社会福利法案 很多人对基础建设 反而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这个 社会福利法案的话 就会觉得说 这只是个单向的补贴 可是他没有办法带来 新的经济的循环 中间选民concent就是这一点 那这个女性的选民 本来会觉得说 这个原来川普是一个 非常这个我们讲说 自我中心的 女生并不会太喜欢 川普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也担心 他推动的这些政策 连民主党自己的内部 都搞不定了 何况是共和党这个部分 所以到最后变成说 他在不同的这个族群里面 包括原来的少数族裔 也发现说 奇怪了我的这个权益照理说 拜登会比川普更加维护我们 因为川普就是 比较阶级主义来讲 结果也没有非常强力的 去守护他们的投票权 外交政策更是如此 你既要展现跟川普的不同 可是实际上呢 你在美中对抗里面 你也没有做出很多 release的措施 就是松绑的措施 你说有改变 但是还是僵在那个地方 僵在那个地方 你又说国内经济比较重要 可是呢你因为僵在那个地方 你的国内经济就一直没有办法 有所缓解 然后你又说呢 如果我不解决国内经济的话 世界上面的FTA 我都不考虑签订 所以就一滩死水啊 什么都没动嘛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 疫情大家在期待说 那个川普其实下来 很重要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 防疫不利 防疫不利嘛 结果发现现在 现在共中 美国外面矿的这个数字 也是蒸蒸日上 蒸蒸日上百分之在形容 一件很好的事情 没有想到是确诊数字 蒸蒸日上 所以就首尾不能相顾 然后呢又要顾虑其中选举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讨好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真的是多面不讨好 人家是两面不讨好 他是各面都不讨好 所以拜登应该是要去学会做决定 我到底需要每一个决定都会失去一些跟得到一些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跟川普展现不一样的 你就是要学会利用和解的力量 让全世界来帮你 寸心你美国的经济 而不是自己关起来之后 你要去围堵别人 然后你跟别人围堵的这个政策 又只有战略合作 没有经济刺激 所以日本韩国的欧洲这些国家表面上附和你 但实际上在经济的循环里面 你又没办法给人家立基的时候 他仍然要跟中国大陆维持一定程度的联系的时候 这样子舍本足摸圆木求鱼的方法 毕竟终究会为拜登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对啊我们常常讲安内攘外啊 现在连安内都做不到啊 你看CBS的这个民调里面 他说你觉得如何叫你形容啊 结果回答沮丧的是50% 失望的49% 紧张的40% 觉得一般的是25% 而满意的才25%啊 当然是对于除以防疫之外 经济也是个大问题 对这个沮丧frustrated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挫折 挫折就是我对你充满期待 对 结果发现了全部都没有达到 所以我心里面感到受挫 对 所以他是本来对拜登充满期待 结果达不到 然后反而这个打期更大 是啊 所以经济方面你看啦 最主要是因为呢 看到通膨是节节的升高 我们其实最近才讲到嘛 你看啊 将近75%的受访者都表示 美国总体上有一些 或者是非常的糟糕 经济的问题真的很大啊 刚刚讲通膨 通膨那你想想看哦 之前呢在11月的时候 这个数字是6.8%这个CPI 结果到了12月的时候 本来白宫以为可以降下来 没有继续涨到7% 通膨就是很严重 所以今年非升息不可 可是升息就能够解决了通膨吗 再加上一个副总统贺锦丽 贺锦丽呢 昨天我们其实还在讲 这个火车啊被抢 跟他有关耶 因为啊大家知道吗 这个有所谓的47号法案 加州47号法案被形容为47号惨案 因为为什么说跟他有关呢 因为为罪不罚啊 950美元下窃盗费 重罪本来是改成轻罪了之后 大家都去了 不怕了 反正24小时之内也会放人了 也不会怎么样 就去抢啊 所以平传这样子的一个抢案 结果居然是跟贺锦丽 在当初当检察总长任内通过 是有关所以现在账难道要散到他的头上了吗 接大使 对我想贺锦丽 基本上他的很多 这个意识形态啊 他的思维啊 跟美国的主流价值是有距离的 他是属于民主党里面比较好 这种所谓的激烈派 所以包括他在施政的时候 他这个 这个所谓的47号法案啊 基本上就是说轻罪不罚啊 那事实上他是有他的可能他自己的想法 对 可是在实际的执行以后就造成加州现在啊 治安啊 还有这个各方面的经济也没帮助 治安呢 美矿于下 所以这些都是 一个政治人物啊 他没有经过实际的政治历练 就抱得大位 然后只有理想 没有经验的 一个必然的结果啦 不过美国就是说 现在拜登这个整个团队蛮顾人怨的 就是说美国人都不喜欢 而且才一年 那最主要我认为就是说 他自己犯了非常多的错误 那其实美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拜登政府的核心的对外政策就是 抗中 遏止中国大陆崛起 那美国有没有在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呢 看起来没有 因为搞了两三年 中国大陆去年2021年 这个贸易总额超过6兆美金 而且都比之前 比前一年那个数据都好 所以大陆的经济没有因为 美国的这个 在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抵制啊 或者破坏啊 或者制裁啊 受到严重的损伤 反而美国呢 经济没下鱼矿 所以这个政策我觉得拜登如果说 他应该检讨的话 他应该在经济上 他应该要放弃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 科技战 还有各方面 跟中国大陆作对的政策 因为美国即使是没有疫情之下 要打这些战的话 基本上他都要付出代价的 你伤人50 可能伤己这也是50 那美国完全没有没有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成长最快 而且很可能会超越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市场 大家都想跟他做生意的 你美国在这边 不准你美国这个卖到大陆 那个卖到大陆 那你美国卖给谁 我想这就是美国人现在拜登本来 认为他上台应该会摆脱过去川普那种 西部牛仔式的 拿着手枪乱打的这种政策 结果他变本加厉 所以光这个政策 他就没有办法让 美国的整个广大的产业界 美国广大的大公司 这些企业组 对他的政策 来从心里面表示干 你破坏我的生意 我要布局大陆市场 我现在不去欧洲人去 日本人去RCEP都出来了 再过十年 不要说2028年 世界第一大GDP第一强国中国 结果美国在外面 那你不是更惨吗 所以他这个政策 他应该要理性的来判断 而且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结果他没有做 那在防疫上呢 事实上 他应该学习大陆的清零政策 他一直指责 他一定要 要有一个强力的作为 采取用这种像美国的这些专业的这种 抗疫专家的做法 来不要怎么样 不要在那边摆当 要该出手就出手 做一个总统 你不要怕你在过程中 造成一些人的不便 民众最后要看你的结果 你如果从一开始 你到今天一年后 美国的疫情都被你控制住 你今天绝对不是这个 这个民调数字 不是这个民调数字 你现在的这个感染率 死亡率 比川普好不到哪里去 比川普的记录还差 那人家怎么会支持你呢 另外内政上面 川普最近变成 拜登最近变成小川普 为什么 他也用分裂社会的方式 来维持自己的声望 比如说1月6号那场演讲 基本上就把美国分成两个了 他讲那个去包围 美国国会的这些人 就是暴徒 然后呢 大家谴责 对 他们有没有想到 这一件 这个美国历史上 显见的包围国会的事件 他作为总统 他应该要做有包容性 然后把这个伤痕 把它抚平 而不是在伤痕里面 又丢了一把盐 那他做法是这样 那上一次他要推销 他的国会投票改革方案 你看他的延迟多激烈 然后把这些支持他的人 变成什么 变成马丁路德金恩 反对他人变成什么 变成那个 那个那个种族主义者的州长 当时1970年代 阿拉巴马的州长 对不对 那他这种对比的方式化 我想只有进一步撕裂美国 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支持他的人 赞成希望看到美国社会被撕裂 他以总统的身份 来撕裂美国的话 即使支持他的人 也不再会支持他 另外外交上 他全部失败 我跟他涮一笔账 阿富汗大失败 对不对 乌克兰是不是失败 失败 第三个呢 反北京冬奥 是不是失败 失败 支持站在美国这边的国家 明明就是说 很明确站在美国这边 不超过五个 对不对 你说他搞这个 搞这个什么 民主峰会失不失败 失败 那这个 他一开始派他的两员小朋友的 这个搞国安的这两个小朋友的 跑到阿拉斯嘎 被杨洁篪当场痛斥 美国还 美国这历史上 有这样子被人家 被他的主要的对手 在大庭广众之下 当场训斥吗 布林肯很糗 非常非常 所以拜登 我今天说 他从各种角度上来讲 都是失败的 而是我觉得 他没有看清现实 他活在光荣的 美国的历史的 他那个时代 他可能三四十 上个世纪 60年代 70年代 美国没错 Superpower 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今天不是这个局面 你再用这种方法 好你去整大陆 好你现在大陆 你还是给他平均 25%的这种关税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通货膨胀 你控制不了 所以都是伤到自己 所以今天拜登 事实上 我觉得 他的一个选择 我后来看他选择 变成小川普以后 我真的觉得他的前途 非常非常的暗淡 我觉得就是 拜登心里面有个心魔 就是说因为这个 川普一直攻击他亲中 所以他要刻意的 避免这个标签 可是你之所以会当选 就是大家不认同川普 你又不可以抛开这个心魔 大方的把应该交往的东西 来交往 只要两边的合作 把经济活络起来 那么美国的百姓 感觉到这个经济活络的好处 自然就会支持你 你要想通这一点 那么你的执政才会有希望 贺锦丽那个是 因为加州监狱人满为患 他就想说轻罪 然后大家就不要关进去 结果呢 我就看到那个YouTube上面 很多的视频 很多那个年轻人就去抢超市 抢完就走 然后他变成 还变成一个流行文化 因为大家觉得没关系 那大家就觉得 加州自然怎么变这样 就怪到贺锦丽 字幕志愿者 è贺锦丽